美国两栖突击舰黄蜂号停靠塞普勒斯 用来确保如果中东爆发战争 随时能够对平民提供援助 据报道一名武装部队官员透露 演习于9号开始 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西部省份 库尔曼杀手进行 伊朗近日动作频频 国内基金派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 也开始长达5天的军事演习 并表示伊朗即将执行最高领袖哈米尼命令 严惩以色列 最高领袖议长都支持复仇 但总统培泽斯基安却坚决反对攻击以色列 因为他过去就曾经提出 如果报复以色列 很有可能让伊朗经济彻底解体 他更支持针对以色列境外的特务组织摩萨德 发动攻击 伊朗国内也就是否攻击以色列一事 大起内红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推进 终于关系 认同伊朗新政府一道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对此中国依旧试图在中东扩大影响力 积极声援伊朗并谴责以色列的暗杀行为 支持伊朗反击 根据外媒报道 伊朗最可能反击的时间点 是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和平谈判前 并爆料将会报复三到四天 让以色列措手不及 哈马斯因此呼吁握权方 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提交一份实施计划 并迫使以色列执行 而伊哈双方在美国卡达与埃及斡旋下 将在15号敲定停火与换服方案 哈马斯新领袖辛瓦希望达成停火协议 然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意愿似乎不高 伊哈战争是否能画上据点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三地新闻参谋庭报道